嗨各位我是陳 前幾天Drawsing照往常又開始更新了一個版本 但是不看不知道看得下一跳 我覺得一定要趕快來跟大家講說 這個更新到底更新了什麼東西 而且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他的網頁裡面他講說 第一個更新的新功能就是你可以分享你的模型給其他人 第二個也是我覺得現在為什麼我要拍這部片最重要 就是終於在第二集我們不是說要匯入模型的時候 要把檔案移來移去超麻煩嗎 我覺得光是這個方式就勸對很多人 而且你用正常的複製連結進去的那個方式 基本上沒有成功過 甚至那個名稱都還是數字檔 但是經過這一次的更新之後 直接就可以更方便更直接 跟Mac匯入模型檔一模一樣的方式 所以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大功能到底要怎麼設定 第三個新的更新項目就跟第二個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Laura一樣也可以用Mac類似的匯入方式 更簡單更直接的在iOS或是iPad上面 直接匯入我們一樣的model 第四個就是 Intel版本的Mac 當然也可以直接來畫圖了 之前只支援M1系列嘛 M系列 現在終於Intel系列的Mac也支援了 好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iPhone的版本 打開Draw Sync 直接到右上角設定的地方 選Model Manage 在下面你會看到多一個選項 Extra Model Folder 額外也可以選擇Model的資料夾 如果你沒有設定的話 它的預設本身就是Disable 點開來你會看到上面的標題寫Downloads 這個時候別急 我們按返回 返回到我們的iPhone 看到下載項目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資料夾 點進去再按右上角的打開 這樣我們就設定好囉 這個時候我們再去匯入模型的地方 然後按Download File 選擇Select from File 就可以按照我們剛設定的路徑 去選擇我們下載好的模型囉 不過我覺得這邊好像有一個bug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設定好額外匯入的資料夾 但是呢在我們選擇要匯入模型的時候 它不會自動的去跳到那個資料夾 還是要回到上一步上一步 然後再從頭回去選 這邊可能還要等官方跟進一下 這樣我們在選擇匯入的模型的時候 才會自動的跳到我們剛剛設定的 額外匯入的那個資料夾裡面 最後我們講一下另外一個新功能 就是混合模型跟匯出模型 首先我們打開Model選項 在下面可以看到有三個項目可以選 左邊是模型的列表 中間是匯入模型 最右邊是混合模型 其實非常簡單 先把我們要混合的模型取個名字 然後呢在下面就可以選擇 我們要的模型Model 那在這裡呢 比例啊還是什麼都可以自己調整 也可以按加多選幾個來混合 跑了之後再按Mixing 等它跑完之後就OK囉 可以看到剛剛我們混合好的模型 就出現在這個裡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正常的來使用囉 此外如果想要把裡面的模型 匯出或分享給其他人 就來到模型清單這邊 找到你想要匯出的模型 右邊有一個類似匯出的選項點它 再按Export 這樣就可以輸出到你想要的資料夾 就可以用AirDrop 或是用外界硬碟來輕鬆分享囉 好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有什麼說錯的地方 也歡迎在下面幫我指證 我是陳 我們下次見 掰掰